顾绍 爷绍 周绍 确定把四刀在家 会议学校 马上出发 比赛暂停 四刀只能是我的 拍摄暂停 不能让别人先找到四刀走 妹妹 汉刚哥回去 这不是江长四大家族之手 顾家的传人 顾志燕吗 另一位我见过 是刚出道就包揽了所有演艺奖项的 最年轻影帝 周楚慕 最后一位难道是江城四大家族之墓 页家的那位继承人 国内最顶尖的计算机高手 页景晨 今天是什么日子 居然能看到三位大老同时出现在这里 说过多少次了 我只想做个大夫 不要再惦记收养我的事了 嫂嫂 只要你同意 跟我回顾家你就是我顾家唯一的大小姐 我立刻会还两个亿 道理名下 才两个亿 我们周家在市中心 给你买了一套顶级的别墅 下值五个亿 还给你准备了很多 你喜欢的珍贵药材 以后你想怎么制药 就怎么制药 小总 别听他们拿区区两个亿和别墅 来忽悠你 跟我回家 只要你答应做我夜市大小姐 我夜家一半的股权都归你所有 我是不会和你们回去的 再不让你们的人让开 我就一针扎残了 你把这个断绝妇女关系的协议签了 这个卡里有一百万 你可以拿起 从此断绝跟苏家的关系 什么意思 断绝妇女 什么意思 你还好思问我吗 你做了不干净的事 把苏家的脸都丢下了 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 姐姐 爸爸刚把你从孤儿院接回来 你可别把你以前那些臭毛病 带到苏家来啊 爸爸是同意你继续卖药 但是你别打着卖药的旗号 背地里做着卖肉的糟生意 我苏家里都被你丢下了 你做生意的时候有没有做好措施啊 昨天晚上我可听到你的叫声可大了 吵得我睡不着了 闭嘴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怎么 你敢做不敢当我是吧 我怎么了 别闹了 苏刀刀 赶紧把这个文件抢了 我的公司要跟江城四大家族之首的故事合作 我不希望你的臭事影响了我跟顾氏的合作 已经你当了我那几天女儿了 这一百万算是我对你的补偿 要不是我治好顾董母亲的病 你以为你能拿到顾氏集团的合作吗 因为你 你不会是想说顾氏向我抛出橄榄枝 全是因为你从中牵线吗 那你说顾氏凭什么跟你合作 哼 我可被计较 你给苏家脸上抹黑的事 你反倒 茂里上功劳 顾家愿意跟我们苏家合 完全是因为顾家的大少爷 害上新鲜了 不但给我们订单 还承诺两亿的财品 同样是我养的你 你看个新鲜 你再承你自己 姐姐 我劝啊 这钱你还是收下吧 要不万一哪天不小心染上病了 那我们啊 就只能烧生纸钱给你了 哦对了 顺便啊 一起烧给你那死去的妈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提我母亲 你这不配打我 给新鲜道歉 然后拿你钱 给我住宿家 谁愿意对你苏家的女儿 拿着你的臭钱 我不稀罕 苏嫂嫂 你真敢欺负我 我可是顾市集团继承人 顾市案的未婚妻 你敢这么对我 顾家的不会放过你的 好啊 那你把她叫过来 看她占我还是占你啊 你给我等着 喂 实验哥哥 我在苏家被欺负了 你快来帮我 什么 实验哥哥你来了 苏早早 你别跑啊 实验哥哥现在就过来帮我了 就等着被收拾吧你 好啊 我来这儿等 我看看是谁敢欺负我 顾市案的废婚妻 实验哥哥你出去玩了 就是这个箭子会打我 哎呀 是顾大少啊 我是苏哥 苏氏集团的总裁 你消耍 你就是顾市集团的总裁 顾市案 如假包括 在江城我一句话 分分钟让你收拾 哆嗦了吧 实验哥哥 你看看他 他不仅不把你放在眼里 明明知道我是你顾市案的未婚妻 他还打了我一巴掌 他还说你算什么东西 你给他踢鞋都不配 踢我都没好水 你个贱人竟然没把我放在眼里 你说你是顾市案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谁呀 我 凭啥但是你呀 顾上 怎么上午不是刚刚才见过面吗 苏早早 你得失心疯了吧 就你也配提顾上 苏早早你个贱人 你就是想高阴我未婚夫 哎 我记起你了 只不过这个身材比那些 往我身上贴的女人 差点太多了 如果这张脸长得挺带硬的 你要再去拢个胸 你就有资格做我的女人了 石燕哥哥 乖宝 不生气了 顾总 你可说这件事爷爷知道吗 全江城谁不知道 石燕哥哥的爷爷上个月病重住院 到现在都还没想 你提起他 分心是想让石燕哥哥不开心是吧 苏早早你别再惹顾大少不开心了 赶紧滚 我爷爷就是因为被你这种下天的人 挂在嘴边才昏迷不醒呢 顾少 我怎么就听说爷爷上朝就已经醒了 你也配有爷爷的电话 我配不配 打个电话就知道了 爷爷您要跟他说说话吗 我看谁敢冒兔我爷爷 你谁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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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故来的演员吗 竟然不知道我 还敢冒充故事集团老早 我劝你不要乱说话 你这老东西 竟然敢冒充我爷爷 你当我故事集团是吃酥的 放肆 我叱咤商场这么多年 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苏早早花多少钱顾的你 他顾的钱说我给你两倍 只要你能说出真相 来说 早早宝贝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 哈哈哈哈 我马上让顾实验滚过去 这演员哥拿走 嘎嘎专业 下回介绍给我 他还要给人钱 说不定啊 这老头子就是他的客户 他陪人睡一觉不就行了 你是那种人呢 哟 你就是苏早早搬来的救兵啊 还装模作样带了两个群众演员 你这预表人才的 你怎么能看上苏早早那种贱货呢 你算个什么东西 竟然敢侮辱我们枣草 你知道我谁吗 我可是故事集团记仇人 顾实验的未婚妻 你竟然敢打我 未婚妻 竟然敢冒充我顾实验的未婚妻 放肆 你是什么东西 顾大少 是你这种下贱的东西 可以冒充的吗 你就是苏早那不长眼的亲爹啊 我早就跟他断绝妇女关系 没想到 他还敢找人来冒充顾大少 真正的顾大少 三十二浪 是吗 苏早 你们确认断绝妇女关系了吗 嗯 喂 爷爷 他同意了 通知各式家族 在他们行动之前 我们要确认早早的身份 还有 让苏氏破产 你别以为你装模作要打个电话 你就是顾绍了 真敢这么对我爸 还敢让我们家破产 实验哥哥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你玩 可是顾家重金求取的未婚妻 我们苏家马上就要拿到顾家的订单了 我们苏家 岂这里这种吓着人能够弄垮的 哈哈 让你们苏家破产 只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 对吗 顾少 顾 顾少 什么 哎 不可能 这个小伯娘 怎么会是顾世业 你骗我 可是你明明开的就是顾氏的车呀 我的司机 当然能开我顾家的车 蒙妹 我看你忠厚老师 怎么配着我看出这种事 顾少 顾少 我做了 你大人不听小人过去 你原谅我 对不起 你自己去找助理 把工资解了 滚出顾家 顾少 你不能开除我 顾少 哦 你个骗子 你居然是个司机 你还敢骗我说你是顾世业 要不是你说你会花两个一曲我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跟你 你个下等人垃圾 你给贝小姐听闲的不配 你以为你是什么反应 贪图中华富贵 人体可负 脑子上了你都是他妈给你面的 不好的叔叔 刚刚有大批合作商 跟我们公司结约了 说我们赌罪了顾家大小姐 公司要破产了 顾大少 顾大少 求求你 饶了我吧 苏总 我看你好像没搞清楚情况啊 你现在求的不应该是我 是他 嫂子 你看这我是你父亲的份上 你帮帮我 你帮帮我求求顾大少 你帮我这一次 我每个月给你一百万 苏总 我看您是贵人多忘事了 半个小时前 您的确是我的父亲 可我们刚刚签了 亲子钻绝书 我就是想帮你 也有心无力了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啊 干了那些烂事 我们苏家 我们苏家还没愿意败货了我们苏家的名称 现在给你个江公赎罪的机会 你还不要 哦 对了 您不说我都忘了 我身上流的是苏家的血 这一百万 我可拿走 什么 我管教我自己的女儿 顾大少要插手吗 你现在管教我可不是苏家的女儿 是我顾家的 走 苏家小姐的贱人 鉴定结果还没出 不过 当年年龄相符的只有小姐一个 小姐年龄和苏家小姐年龄相仿 才被苏贺认错成了亲女儿 不过 现在两人已经断绝关系 应该不会有其他问题 尽快安排我和她见面 老爷那边 先不要告诉她 省得霍岸青那个女人 有节外生殖 我已经收了王总的一千万投资 你今天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爸 我全都不能去 有什么不能去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那个私底人睡了一块了 你算什么谎话大闺女 陪王总睡觉 挣一千万 那次抬举你 那个王总他有怪癖的吗 死过女人 我要是下了他的仇 废他什么话 老子让你去你就得去 要不是当初你跟那个丑死你搞的一块 我也不会得罪股价 一直以至于搞的请假荡产 你是我苏家的女儿 你不去前选 爸 苏早早 苏早早他也是你的女儿 让他去啊 他 我另有应付 今天 你先把这一千万给我抓来 走 把这一千万给我抓回来 别跟我废话 对 对 我早早 都是你害的 表妹 听说江城第二大家族 金金江雪然 喜欢周冲 把这个照片拿给他 然后 敢欺负我姐姐 死 早死了 你给我等着 沈医生手 求求你救救我父亲吧 起来说话 病人来了吗 我父亲已经动不了了 现在只有您能救他 求求您救救他吧 求求您他吧 救救他 咱们快走吧 美业 我们到了 麻烦您稍等一下 江小姐 等待了 江小姐 周土木在苏德道门口等的照片 千张万确 你可你们心转 急什么 你最好没有骗了 要不然我让你跟那个贱人一起死 哎呀 这不好意思 我的朋友们呢 跟你开个小玩笑 你不要介意啊 啊 我是江雪然 是周土木的未婚妻 我听她提起过你 病人呢 哪有什么病人 苏早早 你见毛病又犯了 哦 这就是你说的便宜的乡下妹妹啊 听说她还做点出卖自己的小生意呢 啊 杨童 是你让她把我骗到这里来的 你说话可真难听啊 我姐姐让我带你来参加上流社会的聚会 还不是为了帮你拓展拓展客户 这位是江南地产的乌少 好好巴结巴结人家吧 不然以后没人照顾你生意 你日子可怎么过 长得不错啊 哥哥不嫌弃你 要多少钱跟哥哥说 哥哥满足你 不过付款之前 我要先验验货 为了全都给我用上 跟哥哥越来越生哥 滚开 够了 老子喜欢 妈的 老子到来看看 你在床上是不是还这么辣 走 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我的客人吧 苏小姐 今天是我这帮朋友李舒不周了 你去楼上收拾一下吧 不了我还有事 哎苏小姐 如果你今天就这么走的话 怕是以后 我们江家会被人议论李舒不周 嗯就看在周楚慕的面子上留下来吧 来人 把苏小姐带到楼上收拾一下 她可是我的贵客 苏小姐这边行 苏小姐 我为什么要问她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你懂什么 像这种小蝼蚁 就得慢慢长寿她才好 苏小姐 那我那事呢 怎么算 人都来了 肯定会让她好好陪你的 哎呀 哎呀 早早 你怎么站不起来了呢 你没事吧 张小人你搞我 苏早早 就你这样的货色 也想勾引楚慕 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真把自己当千金大小姐了是吧 没有 你个从孤儿院捡回来的野种 也妄想当大小姐 我没有 就你个做下流生意的野种 还敢狡辩 打得好 苏早早 敢做不敢当是吧 如果你今天承认的话 我就可以让你跪着走出江家的大门 否则 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我没错我为什么要承认 你还敢顶嘴 住手 无上 看看 这个大夫你喜欢吗 这大夫可是等着你英雄救美呢 青少小姐把这个台子都给我搭好了 我要不试一试 那岂不可惜了 没事 没人 到哥哥这来 哥哥 会好好疼你呢 谁敢来我江家放肆 美人 到哥哥这来 哥哥 会好好疼你呀 谁敢来我江家放肆 这不是江城战神吗 听说他只用了几百人就击退了十万大军 他难道是江家的长子 静瑶哥 哥 来人 把五位国压出去 以后不允许他再踏进江家半步 江城 你搞错了吧 是这个贱人闹事 不是我呀 对呀哥 明明是这个贱人先过来闹事的 苏小姐 我是江家长子江锦瑶 以后您在江家就当自己阿姨一样 不必拘束 哥 你向着这个贱人说话干嘛呀 你不会喜欢这个贱人吧 闭嘴 爸和华阿姨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静瑶哥 雪然姐也是怕你被人骗了 这个苏早早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可是和很多男人都有不正当关系 你就是早早那个姐姐 我是苏星表妹 苏早早早早就和我姐姐断绝关系了 断绝关系最好的 我也不希望早早和你家有任何关系 听说苏贺为了一千万 就把苏星推上了王总的床 还好早早在苏家带的时间不长 以后我不想听见有任何人说早早的坏话 否则严惩不带 贱人竟敢勾引我哥 雪然 你干什么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 动什么手啊 早宝贝 没事吧 周楚沐 有未婚妻的人就少关心别的女人 男女瘦瘦不轻你不懂啊 管好你自己吧 我警告你 离早早远一点 不许打他的主意 周楚沐 你现在就见人干什么 这一发件是还给你的 不好了 老爷不行了 老爷的房间 谁都不许进 放肆 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里面躺着的是我的父亲 凭什么不让我进 我是大夫再让我进去 早早 你可以吗 父亲最近总是疲励 之前去医院检查 什么问题给你解释了 我要看过病人才能知道具体情况 把他进去 夫人吩咐过 谁都不许进 你让开 姐 你不是死了吗 姐 你不是死了吗 夫人您说什么 不对 秦岚已经死了 我现在才是江夫人 谁让你进来的 我让他进来的 你 他是谁 他懂医术吗 这位夫人我是大夫 我看病人的情况虽然严重 但能治好 我有把握 年纪轻轻 别口出蓬严 我们在全市最好的医院就诊 都没看出什么 你个小丫头骗子 你懂什么 夫人如果不信我 可以不用我 但以目前江老爷子这种状况 如果再耽搁下去 就算华佗在世 也无能为力 行了 别浪费时间了 我父亲要是真出了问题 你们耽搁起责任吗 好 我不切相信你一次 不过你给我记住 这里是江家 如果出现什么差弱 我会让你在江城消失 哼 妈 凭什么搜索的我可以进去啊 人家是医生 你进去干什么 我不管 我就要进去 谁都别拦我 吵什么 不知道你们需要安静吧 妈 为什么搜索的我可以看吧 我也想进去 是吗 我是怎么教育你的 你看你现在 还有没有一点大家回首的样子 妈 你不知道 苏早早是做那种生意的 万一他看上咱们江家的钱 打我爸的主意怎么办啊 江雪人 不要再让我听见你污蔑早早 不然不要怪我不记这么多年的情分 江景阳 你太过分了 雪人他有错 你可以跟他说就是了 你干嘛打他 妈 他就是看上那个小贱人了 雪人 你放心 妈是不会让他进我江家门的 慌阿姨 江家的主母是我妈秦玉兰 什么时候轮到你座 江总 大小姐当时的工人院找到了 苏早早很有可能是走旧大小姐 早早来了 早早 我父亲情况怎么样 没事了 已经醒来了 他只是心悸瘀 吃两副中药调理一下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只不过心脏问题 还需要尽早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我就说 早早大夫一出手 江伯父一定不会有事 什么 他是大夫 怎么可能 江伯母 你别被他骗了 他就是个江湖骗子 哪懂什么医术 不过是瞎妈破上死耗子罢了 闭上你的臭嘴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周少 你怎么回事 雪人姐还在这呢 再怎么样 也轮不到你替他出头吧 关你屁事 够了 都给我滚出去 雪人 你也出去 我和苏小姐有些话要说 知道 你是不是想问你父亲的事情 我建议你尽早的带他去医院 我怀疑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我不是想问这个 你其实是 不好意思 喂 江总 你要找的新生妹妹 可能不是书房嫂 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事 江总 我们在当年收留小姐的福利院里 找到了另外一个 与小姐年龄相符的女孩 这是她的资料 难道苏早早不是我的妹妹 江月小姐进入福利院一年后 被江家收养 十几年来 一直生活在江家 今天晚上的行程全部推掉 我要见这个江小姐 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关系 下次小心一点就好了 我去卫生间处理一下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早早 是你呀 你们认识 不认识 江上如果没事的话 那我先走了 这位小姐也太不礼貌了 怎么撞人也不说对不起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你们认识啊 认识啊 我们以前是在一个福利院的 早早小的时候 她就是那个性格 她以前对我 都过去了 早就原谅她了 这个事 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 她要我一定带着她 这样 不管我走到哪 她都能找到我 可现在她 再见 您能确定 她 就是小姐吗 她有我母亲的玉佩 对了 查一下江小姐 在福利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 喂 霍夫人 我按你说的 跟她说了 她果然信了 当然没有 她看见我带着玉佩 就激动得不行 什么江城第二大世家 我看 还不是个蠢货 连我不是她妹妹 都没认出来 好 还好我早就看出 苏早早这块玉佩值钱 但是没有想到 会下之连城 在这里 所有人都要听我的 你把这个吃了 还给我 这是我妈妈给我的 你把这个吃了 我就还给你 你敢不吃 给我按着 我的玉佩 呦 苏大小姐 今天找我来 能够吃吃吃就吗 我的玉佩 你说的是这个 给我 那是我的 那是我的 你怎么给你啊 那是我 好呀 你说是你的 就是你的 你有本事 你自己来拿呀 我不管什么原因 我不允许任何人 欺负我妹妹姜月 你不要怪早早 早早都不是故意的 这还不是故意的 你们在福利院的事情 我也有所了解 过去你欺负姜月的事情 看待你救了我父亲的份上 我可以不和你计较 但是从今天开始 如果你再敢欺负姜月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谁敢威胁 早早 顾实验 这事和你没关系 你别多管闲事 和我没关系 早早的事就是我的事 之前他们说的 我还不信 现在看来 谣言倒是也有几分可信 哼 看来顾少 也是苏早早的做上宾了 江进阳我告诉你 你早早远点 哼 我对他没兴趣 只要他以后离姜月远一点 我保证我们以后 不会再见面 你以为我想见到他吗 让他把我的玉佩还给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当年发生了什么 你不光抢了姜月的东西 你还伤过他 别在我面前撞 哼 我最后一次醒到 看在我们两家 市交的份上 别对我妹妹指手画脚 你懂什么 姜月是我妹妹 早早还是我妹妹呢 知道我妹妹这些年 是怎么过的吗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让我妹妹 受到一定点伤害 江进阳 你可以守护你的妹妹 我也要守护我的妹妹 别怪我没提醒你 威胁早早 就是威胁我姑家 走 谢谢你 跟哥哥说什么谢谢啊 对了 你有什么东西在那女孩手上吗 一块我妈妈留给我的玉佩 没关系 我会帮你要回来的 要不要看看爷爷 他也在这家医院 他很想你 好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别乱动 你还没好呢 哥哥不是兄弟 别哭 我没事 我就是太感动了 你要是我哥哥就好了 你还有个哥哥 我有一个亲哥哥 但从我管拜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有哥哥在就好了 有哥哥在 他一定会保护我 从你眼睛 看着自己 最幸福的倒影 我在手心 我终于找到你了 哥哥 哥哥 你真的是我哥哥 你真的是我哥哥 放心吧 等你好了 我会向全江城公布 你江家大小姐的身份 不就是江家小姐吗 得意什么 出版的像个妥鸡一样 雪人姐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听你觉得不值 他一回来 不仅静瑶哥 开始对你不相依强了 就连江伯伯都开始偏心他 凭什么呀 谁让人家是真正的千金大小姐 这位小姐是谁 也太漂亮了吧 之后那不是周影帝吗 何止 还有顾大少和叶大少 我这裙子太别扭了 都怪你们 堵到我家里 非得让我来参加 她江静瑶要在全江城面前 绣一绣她妹妹 我也要绣一下 早宝贝 放心吧 你的事我都听说了 今天我们一定帮你把玉佩要回来 而且啊 我们三世家 要在今天这场宴会上 向全江城人公布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们的亲妹妹 谁要是欺负你呢 就是欺负我们 没事 哥哥们给你生药 哟 这不是苏早早吗 现在什么人都有资格 参加江家宴会了 苏小姐 不要介意啊 彤彤 她只是说话不太好听 没有恶意的 不介意 勾咬我一口 我总不能再咬狗一口 早早 你怎么才来呀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以前在福利院里 最好的朋友 素早早 叶景春 干什么呢 你没看见早早已经害怕了吗 我是不是警告过你 离我妹妹远一点 你有什么资格来我们江家的宴会 我带她来的 有资格吗 对不起 你们不要再因为我吵架了 早早她不喜欢我 不离开就是了 没关系 没事 月月 你放心 没有人能让你离开 早早 我之前听说你在福利院被人欺负 是不是她呀 你们别打我 别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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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子 我什么东西呢 你别让她们砸我了 好不好 这是什么情况 听说那个舒小姐 在福利院经常霸凌 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 就是为了能够早点被收养 这么恶毒 谁要是领养她 可真倒大霉了 天哪 难道是你苏小姐霸凌月月 不是月月霸凌你呀 你们不要乱说 嫂嫂一直对我都特别好 苏嫂嫂 你做了那么多伤害月月的事情 月月还在维护你 你心里就没点愧疚吗 我愧疚 为她当年伤害我感到愧疚吗 嫂嫂 你这 你怎么能不跟我们说呢 嫂嫂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请全江城 最好的皮肤科医生 为你织好手臂 江小姐 还不为当年的事 给嫂子道歉 嫂嫂 对不起 当初都是我没有拦住你 伤害自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我用同样的方式 伤害我自己 嫂嫂你能不能答应我 以后再也不要伤害别人 伤害自己了 好不好 我真的很心疼 什么情况 苏小姐身上的伤是她自己弄的 那呀 江小姐也太善良了 是啊 为了让苏小姐不自卑 特意留下同样的伤痕 太流心机了 用江小姐善良来博取同情 月月你是不是傻 她想伤害自己 让她伤害嘛 你为什么要伤害自己呢 哥 没关系 我不疼 嫂嫂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愿意为她这么做 江苑 你假新鲜的戏码 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你不清楚吗 过去的事情 我不想再提 把我的玉佩还给我 嫂嫂 我什么都能给你 只有这个玉佩不行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最后的东西 那是我的东西 苏刀刀 不要妄想在月月身上拿走任何东西 那是我的东西 是我妈妈留给我的遗物 吵什么 妈 她们两个不知道因为什么东西吵起来 怎么办啊 你看我怎么宣扬她们都不听 月月 谁欺负你了 跟妈说 妈替你做主 妈 没人欺负 谢谢妈 妈 你向她说话干什么 她可是那个贱人 江月以后就是你姐姐了 从今天起 江月正式更名为江月 你们两个以后要和睦相处 许然啊 你以后要多帮帮你姐姐 让她尽快融入上流社会 看她没有 那你输过你 我看到了 她长得确实和妈妈很像 我已经派人去做鉴定了 鉴定结果出来以后 我告诉所有人 她就是江家 唯一的亲人 原来 她真的是一个亲人的女儿 当初我不是一鸡 她要是回到江家的话 我才然人怎么办 不行 你能让她回到江家 苏小姐 很感谢你之前救了我丈夫 我代表江家 可以给你一笔钱 你想要多少 我都可以满足你 但是 玉佩是月月的 你不能拿走 江夫人 我救江先生不是为了钱 今天来到你们江家 也不是向你们索取任何东西 我只想要回我自己的东西 苏小姐 你口口声声说 月月身上有你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让你如此纠缠 我的玉佩 你说的是这个吗 你怎么会有 这是母亲留给我和哥哥 一人一块的玉佩 难道她是我哥哥 嫂嫂 我知道你一直都想要我这块玉佩 小的时候你没钱 你想偷她去卖钱 这些我都没有怪过你啊 嫂嫂 你现在缺钱 我可以给你 但是这块玉佩 真的不行 这个是我跟家人相认 唯一的东西 你胡说 那是我的东西 那是母鸡留给我的东西 够了 苏大嫂 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乖巧董事的女孩 更何况你救过我父亲 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忍让你三分 从前的事情 我可以不和你计较 但是现在竟然敢把主意打到了玉佩的玉佩上 现在就给我滚出江家 江晋瑶 你好大的胆子 越想赶沼泽走 听说趁我不在 有人欺负沼泽 江家以为我死了吗 爷爷 您现在身体状况不宜动怒 爷爷听沼泽的 不生气 不生气 顾老爷子 您今天大驾光临 所谓何事啊 我今天来代表顾氏 要宣布一个动摇的事情 一周之后 我顾氏要召集江城各事组宣布 早早回我顾氏前进 顾爷爷 您搞错了吧 苏早早怎么可能是顾家前进呢 就是 苏早早这个贱人 不仅出卖自己的肉体 还想抢江小姐的玉佩 他在顾儿院的时候 就霸凌过江小姐 他根本就不配做顾氏前进 牛闭嘴 早早的为人 我最清楚 少在我面前胡说八道 再当早早 顾老爷子 今天这事 您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呀 早早这孩子 虽然优点很多 但是品行不端 实在是配不上顾家 千金的身份啊 江夫人 你在你们江家的事 插不上嘴 倒想来我们顾家 管一管事 不敢 早早 过来 过来 早早 你是顾氏的唯一千金 你想要什么 跟爷爷说 爷爷给你做主 我的玉佩 等等 顾爷爷 我敬您是长辈 叫您一声顾爷爷 家妹能够找回 全靠母亲给我们二人的这块玉佩 如今 我和妹妹刚刚团圆 您就为了这样一个品行不端的女人 以权压人 这样对吗 你到现在还觉得她是你妹妹是吗 你什么意思 那块玉佩是我的 我才是你亲妹妹 苏早早 以前我什么都可以让着你 现在你连我哥哥都要抢吗 你不要太贪心了 你已经是顾世千金了 难道我仅有的 你还要抢走吗 江月 你不当小丑 真是太可惜了 玉佩是你当年用烙铁烫伤我时抢走的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还要撒谎吗 苏早早和母亲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江月手里又有玉佩 还记得母亲说过的话 他们两个到底谁才是我的亲妹妹 到底谁才是江家的千金 做个亲子鉴定不就清楚了吗 可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需要三天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梁主 把亲子鉴定报告拿过来 哥哥 母亲说 只要我们永远带着玉佩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都能找到彼此 难道你忘了吗 哥哥 你不是说你会永远保护我吗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江家千金 你快说呀 哥什么情况你快说呀 哥哥 亲子鉴定报告上显示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难道我真的不是她的妹妹吗 有两份亲子鉴定报告的结果 给我掉很掉 怎么可能 玉佩明明是在我走丢之前母亲留给我的 我和哥哥一人一块 哥哥你不是记得吗 苏嫂嫂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你还要撒谎吗 这些明明都是你从我这里听说的 骗骗我也就算了 连我哥哥都要骗你知不知道我这些年为了找到哥哥 我受了多少苦 以前我什么都可以让你给你 但哥哥绝对不可以 你闭嘴江苑 你想做僵士的千金你尽管做好了 但我告诉你最好给我家整个做人 如果你再敢招惹我的话 我就跟你鱼死网破 苏嫂嫂 我不管你们之前发生过什么 但是从今天开始 江苑就是我们江家的真千金 如果以后你再敢跟他作对 就是跟我们整个江家作对 江少是想说江家是江苑的护盾 警告我不要自不量力是吗 我虽然孤身一人 但我从不受人欺凌 既然江少有意想为妹妹撑腰 那就请江少管好自己的妹妹 我妹妹做什么 还轮不到你品头轮足 别说嫂嫂 没有人撑腰啊 周阿姨叶叔叔 嫂嫂 别害怕 你救了我一命 你是我叶家 一辈子的救命恩人 至于你不是江家的千金 这最好 你就是我叶家 唯一的千金 老叶 嫂嫂可叶生 是我们周家的救命恩人呢 你这么着 就把我的心肝宝贝给抢走了 那我可不干 早早以后啊 也是我们周家唯一的千金 这什么情况 这被江家厌弃的贾小姐 竟然被顾家叶家周家抢着要 还以为当了江家千金 有多风光啊 人家可是三世家的千金 那可是区区江家千金 比不了的 好啊 咱们想到一块去了 三日后 召集江城市族 宣布早早是我们三家 共同的千金 这该死的苏早早 居然有这么多人护着他 他身份一旦没公布 那我们以后就再也动不了他了 霍夫人 快想想办法呀 这如果当年的事情败露了 这您在江家的地位 怕是也保不住了吧 我自有办法 卡里有两百万 解决照片上这个人 事成之后三百万 我会打进这张卡里 要死的要活的 随你 只要不让他出现我面前 剩余三百万 立马到账 是 小嫂 我来看你了 你怎么来了 明天可是我们江城三世家 宴请全江城各式族的宴会 我给你准备来玩礼服 你看看 喜不喜欢 这帮臭小子 行动够快的呀 不过嫂嫂 我们可要说好了 你明天必须要坐我的车走 太好了 早早 你答应我了是吧 明天我过来接你 我走了 我今天这么帅 早早一定坐我的车 早早已经答应坐我的车了 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 可别逼我跟你动手啊 行了 行了 你们俩别吵了 马上迟到了 走吧 不许跟我讲早早 早早 我们来接你了 早早不见了 出事了 走 标动玄城所有的势力 全力搜寻 只要能提供线索的 我们故事都会合作 通知所有媒体 今天循环播放学人启示 能提供线索者重视 江城所有监控录像 半个小时内我要看到 十分钟内 卫星锁定 早早手机位置 没想到 你个小娘们儿 还挺招风的啊 能让三大家族的公子 同时为你出事 知道就好 如果我哥哥他还找到你 一定会放过你 你有一会儿怕吗 干这行 都是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 不过 任我要死 临死前 我要尝尝三大家族的公子 都想要的名 到底是什么资 他们到底给了你 多少钱 五百万 你可以给你一千万 只要你放了 我是不会告诉他们 回去之后 那个人的五百万 你也可以照样 你少在这儿骗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 就凭三大家族的实力 他们找到我 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糟糕 我的真美戴在身上 老老辈 没事吧 我现在把我进院 这也交给你们了 好 说 谁是中师 我是吗 是姜夫人 姜氏千金回归 针对的是姜月才对啊 干嘛针对早早呢 我们去看看早早吧 走 不行 我的计划绝对不能被发现 哎 你来干什么 你以为我想来啊 要不是因为我妹妹 一定要来看早早 我才不来了 借你不说 你妹妹的事 是不是应该好话调查一下 如果顾少师想跟我说这件事 祝姜某不能奉陪了 姜丽瑶 这次想除掉早早的是姜家的霍晚秦 你好想想 他为什么不针对姜月 反而针对早早呢 霍晚秦 老爷 少爷 不好了 老爷机枪就死了 江总 这几天 老爷状态一直和好 不知道怎么 早上夫人离开后 老爷 就昏迷了 医生 我父亲怎么样了 稳是稳住了 但是随时有可能再复发 只不过下次再复发 我们恐怕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办法都是有 如果能请到神医圣手 或许还有一线圣机 神医圣手 有什么办法可以请到他 花多少钱都可以 对 这位神医圣手 不轻易出伤 我联系不到他 不过我可以请我的老师 帮忙联系一下 请各位稍等 太感谢了 江总 神医同意了 哥 太好了 请各位稍等片刻 感谢 神医马上就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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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呀 不是你们请我来的吗 请你 请你干什么呀 别以为自己攀上了三世家 我们所有人都围着你转 苏小姐 父亲病重 请您不要在这添乱了 嫂嫂 你先离开 如果要是找我 改天好不好 神医来了 苏神医 真没想到还能见到您 您是 我陪老师去您的住所探望过您 这次请您出伤 是因为这位病人 以我们医院目前的条件 无法救治他 只能贸然请您出伤 什么 神医救他 张医生 是不是弄错了 早早连学都没上午 怎么可能是神医啊 就是 苏早早 你要是神医的话 我父亲早就治好了 还用得着拖到现在啊 别以为你碰巧 救了那什么顾老爷子 就到处拿这件事情 招摇撞骗 还说什么 自己是神医胜手 不要理 我上次不是和你们说过了吗 我暂时只能稳定 你父亲的状况 要想真正的脱离危险 还需要到医院 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你们有带你们的父亲 几期检查过吗 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苏神医的能力 是我老师也认可过的 不会有错的 苏小姐 妹妹不懂事 请您不要和她计较 情况紧急 希望您给我父亲看一个 任美 任美 你终于可以和人看我了 爸 这不是妈 这是苏早早 之前给您整过病的 早早 连开育年年轻的时候 苏小姐 长得硬文一样 为什么江月 是您的亲生女儿 反而她跟大娘不像呢 竟然说什么呢 江月就是我们家的真天机 怎么那么像呢 我看我们月长大 和大姐呀 那简直就是一个拇指 磕出来的 老江 你感觉怎么样 你们先出去吧 我和季友 还有早早 下一个老计划 妈 她可是那个贱人的女儿 你总护着她干嘛呀 你根本没脑子的 她要是那个贱人的女儿 我会这么帮她吗 那苏早早才是真正的 早早 今天多大了 爸 月也已经找回来了 您这不是伤了月也的心吗 你屁肥 我自己的女儿 是不是亲生的 我会不知道吗 什么事也办法 还有公共在这 谁都不扯息 快去去 小梁 帮我查一下 当天有没有人 动过检定报告 记住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早早 你经验多大了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好 我听季友说 你和江月 在同一个复理院 是吗 是 江伯父 我能给您整个脉吗 我父亲跟你说什么了 为什么 找到有件事 我想跟你说 我刚才给你父亲 整了个脉 发现的情况不太好 可能需要马上手术 什么情况 他的心脏 严重受损 如果不手术的话 可能活不过一个月 你有多大把握 百分之六十 手术的风险极大 你要好好考虑 我知道了 父亲 早早 真不是我亲生女儿吗 亲子报告上显示 我们没有学员关系 静儿 你莫把棍子这么多年了 一份妻子检定报告 经过多少人的手 你不清楚吗 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去 再做一份亲子检定报告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明白 好啊 这个死老头居然敢怀疑我 江家千金这个位置 必须是我的 谁都被小子拦我 爸爸 身体怎么样了 我带来点东西 过来看看你 过来吧 爸爸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怎么说我也是你女儿啊 这在外人面前 总要把面子做全吧 你是不是我的女儿 这件事 还得考量 江家的梅 死不成我好劲的 我知道你一直怀疑 我的身份 想知道我和早早 到底谁是你女儿 我现在告诉你 这是原本的检测报告 苏早早 确实是你亲生女儿 你要做什么 你好像对这份报告 并不感到惊讶呀 我吃茶沙上这么多年 什么手段没见过 你这段交通的小鸡 忽不住 爸 你可别动气啊 您心脏不好 气坏了 可不值得 不要吧 我没有你这浓热毒的女儿 你认不认可我 对我来说 并不重要 只要我还是江家千金 你认不认可我 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影响 江家千金 你想都不用想 只要你杀本宫 我不会承认你的 是吗 杀了你 我怎么会做 那么蠢的事呢 你说 一会儿你的亲生女儿来了 我该怎么折磨她 才好呢 你想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只要你别为男的女儿 江伯父你找我 是我江伯来的 把门关上 江远你冷静点 有话我们好好说 先看看这个吧 是你调话的亲子鉴定 是我调话的又怎么样 被自己亲哥哥针对的滋味 好受吗 你真的是我的亲生父亲 好感人的认情场面啊 我都被感动了 苏嫂嫂 你还真是好命啊 走丢了那么多年 还能找到自己的家人 而且 家事还那么显赫 江远 你把刀放下 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 你是找到了你的家人 我呢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只是想保持我江家小姐的身份 要不是这该死的老头 我还是江家大小姐的 江远 你不是就想当江家大小姐吗 我让你当 你把我爸爸放了 他现在的状况受不了刺激 爸爸 叫得还真是顺口呀 你说你这个孝顺的女儿 会不会因为你 答应我所有的要求啊 答应 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 好啊 替你的爸爸去死啊 杂子 不要听拿的 只要我死了 你就能帮过我爸爸 只要你死了 我就是名正年事的江家大小姐 谁还会在乎你 苏早早 我劝你 别拿你的银针 对我耍什么花招 你不想看见你父亲 死在你面前吧 江远 你一定放了我父亲 要不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好 早早 早早 苏早早呀 苏早早 你还真当我傻呀 我放了他 他转头对付我 我还有得火吗 星人 你 现在知道我身份的人 都死了 我就是名正年事的江家大小姐 爸 医生 老医 医生 医生 给我叫最好的医生来江城医院 五分钟之内我要见到人 要不说我们来看江伯父 早早和伯父早就有危险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 我不知道 我就是去看爸爸 微信门 就看见早早 拿到我威胁爸爸 让爸爸转让股权给他 后面 后面 后面我就不知道了 你的意思是早早拿着刀 威胁江伯父 然后自己装到了导臼 是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别看了 我不知道 早早现在怎么样了 小月 这是你搞的鬼 不是 真的 我是我 要是早早有个三长两短 我是不会反过你的 叶景琛 到现在还在为他说话 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苏早早 我父亲也不至于现在昏迷不行 父亲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绝不会饶了他 江锦尧 你不要只经江月一个人的一面之词 一切要等早早和伯父出来之后再说 医生 我妹妹情况怎么样 手术很成功 虽然伤口比较深 但是没有伤到脏气器官 加上松衣比较及时 应该24小时就可以思想了 该死 我怎么忘了苏早早是个医生 他一定都是计算好的 我父亲呢 江董的情况比较严重 需要立即手术 听张医生说 这个手术只有苏小姐能做 现在我们只能期待苏小姐尽早醒来 越早手术成功率越高 不行 绝对不能让苏早早醒来 哥 要不然你先回去休息吧 顾少他们都回去了 这边也有消息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他是父亲醒来的唯一希望 我就在这守着吧 哥 喝杯水吧 你也时候不早了 隔了一天了 赶快回去吧 不 我就要在这陪着哥哥 苏早早 你还是都不过往 既然你不醒 那你永远都别醒了 你要干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思 发生了什么事 我很快就快查清楚 你要是敢弄早早一根寒毛 我让你在江城 永远消失 早早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但是现在有个急事 姜伯夫他 姜伯夫他怎么样了 现在需要你给他立刻手术 可是你的身体 怎么样 没事了 太好了 早早 爸 你没事吧 早早呢 他没事吧 早早没事 就是因为那天给您动手术 耗费了太多的精力 现在正在休养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爸爸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天啊 苏早早 确实是你亲生女儿 你要做什么 苏早早 你还真是好命啊 走丢了那么多年 还能找到自己的家人 她不仅 冒凑了你妹妹 还要杀害她 糟了 我得赶紧离开 江总 江小姐刚刚一直在房间门口偷听 我知道了 我守在江家 刚好况见江岳小姐收拾东西跑路 不是这样的 您给我解释 是她 都是她支持我的 她让我怎么干的 你相信我 我还在如此狡辩 江岳 把你做过的事 一股一吃地说出来 我就考虑着 放你一条三路 我有什么做 我就是想有一个家 我想有一个家 你想有一个家 你想有个家 就要破坏别人的家吗 四早早 你是在教育我吗 许多你的顾家 现金不好吗 你为什么要和我讲 为什么 假的就是假的 永远都变不了真的 哈哈哈哈 是谁指使你冒充我的身份 是谁让你说的那些话 你们都别动 啥子 你过去 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老是敢动杂老一根豪毛 绝不让你走出这个房间 我的好哥哥 你是在威胁我吗 那好啊 那我就跟着你的好妹妹 一块十四 好好好 别激动 别激动 你想要什么 我都给你 只要你放了多少 我要一个亿 换成现金 再给我准备一辆车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现金的话 我需要三天时间 给我三天时间 我把一个亿 给你筹备期 好 OK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 我要看不到钱 以后你就再也没想看到 你这个妹妹 好 你们都别动 好 我动 江大小姐醒了 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还不是怕你那些好哥哥们反悔 这里 拖延逼啊 你也别指望着你那么好哥哥能找到你 江月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你为什么走上这一条路 苏嫂嫂 你是在教育我吗 别以为你有几个人爱你 疼你 你就比我高贵了 你还不是和我一样 看恋荣华富贵 好记着给别人看病的机会 展现出那种处处可怜的样子 恶心 我只是做了一个医者应尽的责任而已 哈哈 医者 苏嫂嫂 咱们俩可是从一个孤儿院里出来的 你能学什么医术 那三脚猫的功夫 碰巧救了个人吧 你还真把自己当身医了呀 我不想再跟你争辩什么 反正一会儿你将要拿着你要的钱离开 不是吗 我就是好奇 你是怎么知道我妈妈说的那些话 难道是幕后有人指使你 你想知道啊 告诉你也没什么 反正你都是要死的人了 别让你死的明白了 江月 你要的钱已经准备好了 你别冲动 哈哈哈哈 四嫂嫂 你还真是天真啊 我拿了钱放了你 那些哥哥们会放了我吗 你不让我放过 你也别想好过 你要是杀了我 我哥一定不会放过你 江月 拉着你一块儿培葬 到时候我们在下面 也做好姐妹好不好 哈哈哈哈 你把他拿走 把他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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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月你别冲动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我 你不是说你会永远保护我吗 可是现在要是你把我围上去录的 江月 钱已经准备好了 你放了早早 我现在不要钱 你不是很爱你这个妹妹吗 好了 你替她去死 你从这儿跳下去我就放了 她不认 我就杀了她 我给你三秒钟时间 三 好好好 别杀了我 我跳 我跳 江月你杀了我 哥哥你别跳 别跳 小少 兄弟们 替我照顾好小子 别跳 别跳 小少 兄弟们 哎 等等 抱着 我输了 我要是想杀你们 我早就杀了 杀了你们有什么用的 你们永远都是亲兄妹 我永远都是那个没人要的孤儿 嫂嫂 我以为我不停地伤害 多走你的一切 我就能变得幸福 可是我错 姜月 嫂嫂 你感觉好点了吗 姜月呢 我还没有查清楚幕后指使呢 你是在怀疑什么吗 妈妈交给我们玉佩后 不久就去世了 姜月她怎么知道 妈妈对我们说的那些话的 你是在怀疑妈妈的死和姜月有关 早早你放心 这事交给我 我会帮你调查的 你就不用操心了 好好休息 等你好了 我会向全江城公布 你是我姜家的千金 还有我们周家 任亲一事也该提上日筹 早早是我们姜家的千金 既然现在已经找回来了 我才是她名正言顺的哥哥 就不劳各位费心了 早早受欺负的时候 你在哪呢 你还不是帮着万人欺负早早 就你最不配做早早的哥哥了 好了 让早早好好休息 早早 你好好休息 身体才最重要 爸爸的病 你放心吧 我已经找了江城最好的大夫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身体 那你好好休息 告诉你件事 早早当初被绑架 是霍婉晴策划的 给我查 查清楚 多有于江月 最近来往密切的都有谁 是 妈 不好了 江月 死了 我的人干的 死了更好 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我们做的那些事就不会有人知道了 可是 万一爸爸跟金瑶哥都怀疑我们怎么办 万一他们知道了 当年大能老死跟我们有关了 不行 我的早做打算 老江 该吃药了 辛苦你了 没事 应该的 这么多年 谢谢你们啊 只要你好 你什么都请 喂 张律师 江总死后 他名下的遗产 宣布转移到我的名下 这不是早早吗 还得是我们早早啊 又年轻又漂亮 真好 他的声音 怎么这么耳熟 来 老江 吃药了 姑娘 该吃药了 是你 我妈妈生病的时候 一直是你在照顾 早早 怎么回事啊 你认错人了 我怎么可能认识你妈妈呢 不可能认错人 你的声音我记得 万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月是你指使的 对吗 那些话也是你让他说的 是不是 胡说八道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是我做的 这是你和江岳所有的通话记录 你第一次和江岳通话 就是我找到她的前一天 我母亲的死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 父亲当年为了做生意 没有时间照顾母亲 只有你一直在身边照顾她 母亲 真的是你 是我做的又怎么样 当年是你过到夫人身边照顾她的 你至今还没有记起来 是你亲手把我送到夫人身边的 是你看中了我母亲的地位 你给她下药加重了她的病情 你一步一步的取代她的位置 是你害死了她对不对 还不是你那短命的娘 天生贱命 当了江家夫人又能怎么样 还不是一直病着 既然这荣华富贵她享受不了 那就由我来替代她 坐问江家夫人这个位置 你给我滚出去 把她给我给俩出去 我 我说我也不想见到她 让我滚 晚了 死 你也要陪我一起下地狱 你什么意思 你好好给我看清楚 你每天吃的药都是我找人给你精心调配的 我已经连续给你吃了一个月 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器官衰竭不治而亡 江国强啊 江国强 我原本想你早点死 好早点继承你的遗产 没想到 现在却成了我的催命符 我也好 我们在地下在做夫妻 吃这个药吗 你怎么可能要 在第一天你给爸爸吃这个药 我诊卖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不对了 我把你给爸爸喝的水拿去检测了 并做了一盘外观相同的补品 在你想要第二次下手之前 就已经把它换了 不可能 你们都是在骗我的 不可能 来人哪 把这恶毒的女人给我拿下去 当年我的走失 是不是也是你手策划的 我当初最后悔的事 就是没有直接把你杀了 你活着就是祸害 那我真该庆幸我自己还活着 不然怎么有机会 把这一巴掌 替我母亲亲手打在你脸上 老江 看见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上 我最后求你件事 说 所有的事 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跟然然无关 他还是个孩子 什么都不懂 别因为我的过错 连累了他 你做这一切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过他 都结束了 是时候向全江城公布你天津的身份了 那就免着 着急讲这个全部释下 公开早到的身份 早到 你先进去 哥哥给你订了一套礼服 很漂亮 你看看喜不喜欢 如果不喜欢的话 你自己挑 哥哥都安排好了 我和顾家周家 还有一些事情要商量 一会儿结束之后 我过来接你 好啊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我叫苏早早 我来看一下我订制的礼服 你稍等 我帮你尝一下 这件 我可不可以试一下 这件我料了 没事 让给它吧 苏小姐 这是为您订制的礼服 这件好好好看啊 奶奶姐 我对这件特别适合你 你要是穿上 不实验 肯定一眼就爱上你了 美丽 你别瞎说 我跟实验 只是有婚约而已 这件可是 为苏小姐 专门定制的礼服 定制 你知道这位是谁吗 这位是你们江城首付 顾实验的未婚妻 别说这一件 定制礼服了 就是实验 你们顾总也买得起 顾实验 什么时候 冒出来个未婚妻了 我知道您不缺钱 可这一件 是江总 按照苏小姐的春财 专门定制的 我们店的定制款 是不能对外出售的 怎么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 是不是 这位林小姐 是顾总的未婚妻 得罪她就是得罪顾总 你信不信 我明天就让你 这小破店倒闭 这还是要看苏小姐的意思 土包子 这件衣服让给我们晚白姐 我们给你双倍 我不卖 你以为你谁呀 我们晚白姐看上你东西 是抬举你 还不乖乖把衣服 让给我们晚白姐 你 钓在地上的东西 我也不要 放得下 才能拿得起 不是自己的东西 穿在自己身上 当初炫耀 有意思吗 林小姐 苏小姐说的是 她是不是能说 你帮我们家顾家 好了吗 嫂子宝贝 我来接你了 她有事还在忙 我来接你去顾家 这不引提周楚慕吗 她怎么会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 不欢迎吗 不是双哥哥来接我吗 她有事还在忙 我来接你去顾家宴会 她们也要去顾家宴会 别人的私生活 我们就不要干涉了 不过这个苏小姐 交际圈是真狂 连顾家宴会都能去 难怪她不把顾总 放在眼里 走吧 晚白姐 她竟敢瞧不起你 我一定帮你收拾她 你这件人居然想送你 我家哥哥 你希望你这种不散不散 你根本是怕我家哥哥 够了 说 是谁派你们来的 我们收到爆料 你跟一个死忠 否论的女人纠缠 所以我们才 是顾实验的未婚妻 老顾的未婚妻 那个京市首富 林家的女儿林晚白 你认识 没见过 不过听说是 老爷子亲点的孙媳妇 他们两个 一个是京市首富 一个是江城首富 也算是门当户对的一对了 好一个门当户对 不过嫂嫂 我都没见过 你怎么招惹她了 说来话长 您先去里面整理一下 门白姐 你看到没 这些江城的公子 哥哥可都被你迷到了 眼珠子都快粘在你身上了 那还用说 我们门白姐是最美的 哎 那不是跟影帝天然在一起 那个土豹子吗 美丽 你不是说你已经想麻烦 收拾她了吗 我已经把照片 发给周楚慕的私生粉了 他们肯定一早就在 宴会门口蹲守了 怎么会 苏小姐好久不见 林小姐心虚什么 我还什么都没说 你怎么在这儿 这可是顾家的宴会 你要去赶乱来 顾家可是会把你赶回去的 这照片是不是你们拍的 是又怎么样 你赶走还怕人说了 谁不知道周颖丽 已经有婚约了 你还一直缠着她 活该你被骂 苏小姐你这是干什么 只不过是一点小误会而已 不至于这么大庭广众之下 对美丽动手吧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管好你自己的尾巴 苏小姐怕不是忘了 这可是在顾家 你这么闹事 不怕被顾家赶出去吗 你们也许会 但我肯定不会 白姐 顾诗院了 别理那个土包子 一会儿有顾总收拾 你干嘛去了 半天找不到你人 我的衣服弄脏了 崇木哥哥带我换了一趟 没事挺好的 苏总 你今天真漂亮 顾总 你是不是搞错了 你的未婚妻在这儿 你现在竟然跟这个土包子在一起 喂 这位小姐 你说谁是土包 这位苏小姐 可是当着这么多的人的面 打你们顾家的客人 美丽跟她无冤无仇 被她搞成这个样子 早早不喜欢的人 也不是我顾家的客人 喂你是不是搞错了 该要被请出去的人是她 请你出去 顾绍您好 我是林晚白 林小姐 我想顾绍应该是误会了 刚刚明明是苏小姐 先欺负我们家美丽的 顾老爷到 爷 顾爷爷 你是 顾爷爷 你是 我是江城千金 林晚白 啊 林家丫头 嗨 瞧我这记性 老糊涂了 你刚才等着站着 我还以为是我孙女 早早呢 您孙女 顾爷爷 早早过来 过来 苏早早是您孙女 今天大家都在 把你们召集过来 有两件喜事 要宣布 这第一件事嘛 就为林老的孙女 林晚白 和我孙子 顾时宴 举办 并婚典礼 这林小姐 还是真是命好啊 顾总可是江城首富 又有钱又帅气 林小姐也不差呀 林家在京市可是首富 林家和顾家 是旗鼓相当 管你苏早早是谁 今天的主角 必须是我 还有第二件喜事 叫江 还是你先说吧 第二件喜事呢 就是我们江家 留落在外的千金 早到了 早早 不但是我们顾家的孙女 也是江家的宝贝女 大家都在 我现在正式宣布 早早 就是我顾家千金 我们周家也在此正式宣布 苏早早也是我们周家认定的千金 我叶家也郑重宣布 苏早早 是我叶家认定的叶家千金 这位苏小姐是江城四十家 共同认下的千金 这可比顾总未婚妻风光多了 这位苏小姐不光是江家的真千金 还被其他三个世家抢着认千金 这以后 这以后岂不是在江城横着走了 好你个苏早早 居然敢抢我的风头 原来早早是顾家千金 之前的事都是误会 我替美丽给你道个劲 苏小姐爽快 顾爷爷 为了庆祝我跟石砚订婚 我爷爷在京城 盖了一个可漂亮的山庄了 我想要请您去坐坐 好吗 爷爷就不去了 你们年轻人去 挺好 好好玩玩 那苏小姐有空来坐坐吗 可以啊 那太好不过了 实验也一起来吧 早早想去 那就去吧 苏早早 这回你落到我手里 我保证让你有来无回 这个苏早早上 是自己四十加千金的身份 真是一点不把别人放在眼 千万让我们晚白姐 等了这么长时间 我的天 他烧了我 都说让你们别来了 每次你们自己的同时出现 准没好事 那没办法 哥就是这么好碰 好了 送到这就可以了 我跟早早一起 你们就放心吧 不行 我是早早的千哥 我必须要去 我最近是不想工作了 早早想出去玩 我一定要跟你 他们是你朋友吗 我是早早的朋友 好 那就一起去吧 我 我可以加你一个微信吗 苏早早 你早晚落到我手里 师爷 我给你拿点喝的 我不可 给早早吧 我现在开枪开枪 外界你啊 要不咱们出去比一下射击 我乃江城战神 你跟我比射击 不饿了 我说的是CS 你该不会怕了吧 我会怕你 我是为了陪我妹妹 你们去玩吧 不用管我 自己可以吗 嗯 我自己可以的 你看 人妹妹都说了 不用你陪 你还来人家不走 我看你是找死 走 走 你要去哪啊 要不然我跟你一起 算了吧 你还是陪你未婚妻吧 我一个人出去转着 好吧 别动 你就是林家大小姐吧 我不是林家大小姐 少废话 不想死的话 就跟我走 咱们想弄林家的地方 不想活了是吗 别过来 再过来 我是这样和你的空灰地 别别别 林总我错了 林总我错了 林总 这个黑衣人认识他 拿个破枪也敢来 我林家抢人 给我拿下 小姐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救了我 应该的 毕竟在我家 不应该让你有事 你家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林健 林婉白是我妹妹 你是我妹妹的朋友吧 原来你是他哥哥呀 你好 你好 我说怎么半天找不见人 原来苏小姐 在和我哥哥玩的 曹操 这是谁啊 我刚才路过 看着一个黑衣人 正在绑架苏小姐 还好我及时赶到 不然苏小姐就危险你了 什么 绑架 曹操你没事吧 还好你的未婚妻 哥哥救了我 那个黑衣人 要绑架的是林小姐 他认错人了 把我当成林小姐了 苏小姐也没事吧 好不容易说服管家 弄死这个贱人 居然被我这个 二傻子亲哥给救了 不管是谁 三天之内 必须给我们交代 否则 咱们两个家 解除婚约 实验 你竟然为了这么一个 乡下来的女人 要跟我取消婚约 婉白你怎么说话的 你怎么能说林小姐 是乡下女人呢 你看看人家哥哥 你再看看你 闭嘴 你怎么给哥哥说话的 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林家来处理 我会给你们顾家一个交代 你最好给我快一点 我不希望有第二次 别说别的 林小姐之所以能嫁入顾家 全是因为林老爷子的面子 也不是抬举 妈的 我们又不给我面子 你就算了 这个顾诗院算也成东西 竟然敢在我面前嚣张 你管家 林老爷子 我错了 林老爷子 林老爷子 我什么都交代 是大小姐让我这么做的 那个黑衣人 要绑架的是林小姐 原来是你要绑架林小姐 你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为什么你会另做人呢 是大小姐让我这么做的 哥 是那个贱人现在顾家羞辱我的 所以我才让林管家 假装绑架他 是他羞辱我的 是啊是啊 我可以作证 是他现在顾家欺负大小姐 所以大小姐才让林管家 去绑架他了 好了 我知道了 板板你别生气 哥帮你报仇 那个乡下来的贱人 只要在实验身边一天 实验的眼里就永远没有我 我好不容易让林管家 把他绑架了 还让你给救了 你怎么不早说 我还以为是绑架你的 这可是林家 谁敢绑架我 顾实验这个人我不喜欢 但是为了家族的未来 我可以过人你们的婚姻 不许你说实验坏话 你今天在外人面前不跟我面子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那也不许说实验的坏话 不过这个女人倒是有点东西 哥 你不会看上那个贱人了吧 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能让 四大世家的少爷抢着任命 我倒是想尝一下这个被故事件 守护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滋味 这可是我花高价买回来的催情香 我就不信你不中招 苏小姐 你好 苏小姐 慢用 苏小姐 这么晚了林先生找有什么事吗 苏小姐 我知道你和我妹妹有晚白有风土 所以我特地拿了一瓶上好的红酒 来点几瓶给你 毕竟我妹妹还要和你哥哥结婚 以后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你 你们关系闹得这么僵 也不合适吧 林先生说的有道理 我也不想因为此事影响到两家关系 您在这稍等一下 我收拾一下 再和你喝两杯 苏小姐愿意和我喝两杯 我求之不得呢 那我就在这儿等苏小姐了 换吧 反正不管你穿多少 一会儿都会被我罢光 苏小姐 我们之间也算不打不消食啊 之前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还请苏小姐喊 来吧苏小姐 这杯我敬你 苏小姐该不会怕我在酒里下药吧 好 那我先喝 这下苏小姐就放心了吧 苏小姐大气 苏小姐说实话 我还挺欣赏你的 听家妹说 你的几个哥哥都不是你的亲哥哥 都是因为你救了几个董事长 所以他们抢着任你做妹妹 苏小姐还是挺受欢迎的嘛 我只是一个医者吧 既然他们都是你哥哥 那你考虑一下我怎么样 我林家在京市也是首富 我妹妹也要嫁给你哥哥的 咱们来个亲上嫁亲怎么样 可惜林先生 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怎么了苏小姐 你该不会是喝醉了吧 没想到这你们长得不错 还挺有料 我还担心你不清醒我玩得不爽呢 这样倒好 我就喜欢你这种欲聚欢迎的样子 你不是喝了那个酒吗 哈哈 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我 因为我把药下在了酒里 其实我下到了你的杯子里 林剑 你要敢动我 绝对让你后悔 后悔 等你试了哥的实力 你才会后悔 怎么没有早点跟哥好 你混蛋 混蛋 还有更混蛋的呢 看到门口那颗箱了吗 可是哥花大掉前半 花在你身上也是直了 放心 哥一定会很温柔的 让你一仙一死 妈的你竟敢按算我 坏了 手上没力气 没有抓住穴位 你这个贱人 竟敢按算我 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老子也要上了你 你要是听话 老子还让你享受享受 你要是不听话 就别怪老子手中了 你个冲手 干动我妹妹 你干老子老师 干扰我妹妹 你干扰我妹妹 干扰我妹妹 干扰我妹妹 你干扰我妹妹 什么样 你们是什么东西 这个打老子 这可是林家的地盘 你们给我等着 顾师爷 哪只手碰到了 早早 是不是这只 是不是 顾师爷 你算什么东西 你敢动脑子 你就别想求我妹妹 求这不能 早早 感觉怎么样 哎呀 你们都别围在这了 让早早透透气 我没事 早早你放心 那个林健 我已经早上处理掉了 你要是感觉好点 咱们就离开林家 林健 不是林婉白的哥哥吗 爷爷一定会怪罪吧 这个你不用担心 林家老爷子 自会处理的 他顾师爷 要是连这点事都办不好 他顾家也不配 做江城第一大事家 就是啊 早早 幸亏顾师爷 当时留心了一下 那个林健 发现他在你房间 周围鬼鬼祟祟的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要不后果不堪设想 以后再有这种事 你可要提前告诉我们 乌鸦嘴 什么以后还要这种事 你还希望有下次吗 我这不是替早 谁呀 你怎么来了 早早太好了 好不好也轮不到 你们林家的人来关心 我知道都是我哥哥做错了 今天来 就是希望早早能够原谅我们 你少在这儿 假惺惺的演戏 要不是你当 你让我进来 顾少 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我哥哥吧 顾少 求求你 放过我哥哥吧 他已经被你端手端脚了 我求求你饶他一命吧 我警告过你 不要动歪心思 你哥哥那是咎由自取 你竟然把主意 打到早早身上 端手端脚是便宜他了 我哥哥他就是太喜欢苏小姐了 可是他没有任何恶意 我求求你放过他吧 你该求的不是我 是早早 早早 我求求你 替我哥哥说说好话 让顾少放过他吧 好不好 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 给我酒里下药 要不是我哥哥及时赶到 我现在就已 可是 你现在不是还没有事吗 而且 你就躺在这 我哥哥他 林婉白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你 是因为你是我哥哥的未婚妻 我不想因为我破坏你们的婚约 可你丝毫不知悔改 现在因为你的私心 已经让你哥哥受到了惩罚 难道你还不知道悔改吗 我承认我之前对你确实有敌意 但是你不能把这些莫虚有的罪名往我身上啊 你走吧 我不会原谅他 走 出去 苏早早 你给我等着 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 早早 先生哥早 哎呀 早说我叫人给你收拾了吗 你偏好自己 头晕了吧 嗯 没事的我只是站起来太猛了 要不要我给你叫医生 不用了没事我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没事 有事第一时间通知你啊 那 那你收拾完早点休息啊 好的 明天一早我们来我来接你 好 确定 确定 好吧 剩下的我可以自己说 什么快回去吧 那你收拾完早点休息啊 明天一早我接你来 好啊 拜拜 拜拜 又怎么了 林小姐 事情办成了 他们已经带着苏早早离开京市了 剩下的一千万 好 我马上打给你 苏早早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你下半辈子 就在村里给人生孩子吧 哥 我终于替你报仇了 谁啊 那小娘们儿好像醒了 别动了 到了这儿 我先跑了 把他这个私下 我倒想看看他想说什么 这是哪儿啊 这是你以后的家 我无缘无求为什么要坏我 我们可不是想害你 我们是在帮你解脱 你死了 我们还能大赚一笔 这么漂亮的妞 就这么死了 有点可惜啊 不如 让我们哥俩 赏一赏 叔 我妹妹在哪儿 放开 放开我 告诉我苏早早 你把苏早早弄哪儿去了 你今天杀了我 你这辈子 别想见到苏早早 冷静冷静 林文白 告诉我苏早早在哪儿 我就饶你一命 否则你整个林家 都将为你的愚蠢行为而买单 想知道苏早早在哪儿 好啊 你答应娶我 我就告诉你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告诉我苏早早在哪儿 怎么 顾少连这点要求都做不到 你不是最疼你这个妹妹 来人 把他拉出去 讲理给兄弟们 用完了就卖打 别弄死他 你算便宜他了 徐彦 你这么对我 你不怕你这辈子 再也找不到他 我最不喜欢别人威胁我 没有你 我一样能找到早早 放开 放开我 加派人手 调取全市所有监控资料 半个小时之内 我要找到早早 这小娘们长得还挺烂啊 要不这样吧 有本事你们给我解开呀 看我一个人 怎么打你们两个 哈哈哈哈 就凭你小娘们 还想打我们两个 我告诉你啊 别耍什么花样 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 想跑可是跑不了的 那你的地盘怎么能乱跑呢 我一个人怎么能跑过你们俩呢 他说的有道理啊 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还弄不过他 废话了 开始办正事吧 我就喜欢被保护他的 你知道吗 他说的还会被保护他的 插着我们管控制了 这个女朋友 我觉得把手勒在留下 Speaking next me 吴 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